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支骑兵分队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军队建制当中唯一的一个骑兵分队 仅有两个营还有几个连 那事实上经过多次的裁军 骑兵这个兵种已经在中国军队里边几乎消失了 完全被集结化和模特化的现代部队所取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样一支骑兵分队呢 英雄未老 战马萧萧 探访中国最后一支骑兵营 在战争数字化时代 骑兵部队为何仍是一支不可或缺的边防力量 从战国时期的胡福骑射到汉武帝大破匈奴 中国古代骑兵经历几多崛起与没落 又如何成就马刀下的辉煌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骑兵部队立下哪些赫赫战功 战马与战士之间 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告别辉煌时代 骑兵精神永不熄灭 本期老梁观世界 为您探秘 中国骑兵的千年争雄史 马背上的传奇 咱们且不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在中国军队建制当中 最多的时候有12个骑兵师 可以说骑兵在中国革命历史上 立下过无数哈巴功劳 那么我们也知道骑兵有人有马 它和现代机械化的部队毕竟不等比 尤其有了装甲部队 坦克部队 而且时至今日就连装甲部队 坦克部队 也被非接触式的精准打击的 现代化部队逐渐所取代 所以说骑兵的这种消亡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潮流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一支 活跃在内蒙古边防的骑兵分队 它起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这支骑兵分队 它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特征决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比方说机械化不对 你需要装甲车 需要坦克 但是没有燃油 你不好使 而且这些装甲车 坦克车 它想通过一些特别恶劣的复杂的地形 很困难 你比方说一些山地 还有一些丘陵等等地段 但是骑兵就不存在着问题 它机动灵活 能进退 它的快速通过能力 非常非常强 所以在内蒙边境 因为我们都说内蒙边境 占中国陆地上边境线的五分之一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 往往骑兵更加灵活 尤其是我们知道现代军队 它很多功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作战 这是和平时期 所以有的时候像抢险救灾 像侦察作用 包括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变得很重要 所以骑兵的快速反应能力 往往在复杂地形面前变得特别突出 你看去年冬天的时候 西林国勒大草原发生了雪灾 当时就是有很多的牧民受灾了 这个时候拉着车去救援去 没走十多里地 陷到雪地里走不了了 这时候骑兵发挥作用 六个分队 马队带着救灾物资 直接赶布到牧民的地方 及时的缓解了牧民当时非常困难的状况 所以说就在现代社会里面 现代军队里面 在复杂地形的时候 骑兵依然有用武之地 所以是我们骑兵最有名的一首歌 大家都还记得吧 骑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骑马奔驰宝边江 这是蒋纳维当年 到这些地方体验生活 下部队体验生活 回来之后在车上游杆尔发四个小时 就连词代曲都写完了 这蒋纳维也跟我讲过这个创作经历 就那个时候骑兵在西北边疆各个地方非常活跃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 那时候骑兵还发挥了很大的布防侦查各个方面的作用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也知道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 所以在绝大多数部队里边 骑兵的兵种完全消失了 只是在内蒙边疆这块还保留了这么一支骑兵分队 那么保留它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这里边除了我刚才说这个地方的实用性以外 还有那么几点的作用 首先一个是影片拍摄 尤其八一电影制片厂 它在拍摄一些战争题材影片的时候 那过去骑兵用的多呀 你像这解放战争抗认战争说用的挺多 那你如果现在我们假如没有这么一支骑兵分队帮助你拍摄 咱们先找马先干什么 那可费死尽了 你看关于古代战争场面 那个高熙熙拍新三国的时候 当时在基地里动用战马的时候 就找不着那么多军马 因为他拍那千九万马场面太大了 结果最后临时找了那些马匹呢 有的呢出意外病死了 有的是在这个拍摄战争场面被吓风了 因为平常的马匹没有过这样的训练 等八一场呢拍摄很多片子呢 动用了骑兵分队来支援 所以你看我们像辽沈战役 红河谷啊这样的片子里边 有大量的这个骑兵作战产面 拍的气势恢火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为了革命题材电影拍摄 这有一个呢 现在很多时候骑兵呢也作为一种礼仪 西方国家呢 你看什么外交过程当中有骑兵 我们这也有一些和骑兵类似的礼仪团队 但是都没有骑兵 这方面你看着 停顿片刻之后横到胸前 然后向右下方三十度 一撇刀停在这 就整个是举起来 横到这儿 这是骑兵最高的撇刀里 你看着确实是漂亮 而且你给人感觉啊 这个震撼力非常强 马骑踏处尖城破 战刀挥舞 鬼神经 亮剑如何诠释不灭的骑兵精神与荣耀 人马铠甲长毛铁锤 欧洲骑兵重磅出世 波斯帝国苦风瓦解 古代骑兵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国第一支骑兵又是如何崛起的 本期老梁关世界 为您探秘 中国骑兵的千年争雄史 马背上的团棋 正在播出 这也是现在保留骑兵分队的一个礼仪上面 一个纪念方面意义 但其实更主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体现了军队和军人的精神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像这个警察和警犬的关系 这个军人和军马的关系 难舍难离 就要退伍的军人最后伺候军马的时候 那马掉眼泪 人也掉眼泪 哭得一塌糊涂 就人和马之间那种感情 难以割舍 而且军马呢 每一匹军马都有啥时候进的部队 什么时候退役的 为什么要保留他 我倒觉得呢 如果你要是看过战争题材的影片 或者中国古代的那些骑兵战斗影片 你会发现在战场上要讲气势恢弘 军人服从命令 誓死入归 强调纪律 这些诸多的精神 军人的优良传承 恐怕骑兵体现这种传承 更具备仪式感 更具备震撼力和冲击力 而且那种骑兵一往无前下前冲 誓死无归尽头 更加具备表现力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呀 电视剧里的片段经验出来 咱们有不少朋友看过刘斌演那个亮剑 其中有一段就是我们的这个骑兵啊 跟日本的骑兵不成规模 咱们照人的势力弱多了 但是这个李云龙的部队 这支骑兵队伍 誓死入归 战斗到最后一刻 最后全球覆没 这段视频极有震撼力 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流下眼泪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弟子们 霸道 谁迷恋 听我的命令 向敌人进攻 我自己的未来を伝える 你看这段视频 尤其是当这个领头的喊 进攻 这个时候 那种震撼力无与伦比 他们都是勇士 确实提名身上体现出来了 军人誓死入归这个精神 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保留这么一支骑兵分队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像历史上 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 骑兵队伍 一种致敬 一种怀念 那么 如果骑兵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这种怀念就是没有价值 咱们得可以具体分析一下 这个骑兵古往今来 它都发挥了哪些作用 可以说骑兵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说骑兵到底什么时候诞生的 大致时间 世界范围都公认 是公元前400年到500年左右 骑兵开始成规模 它准确来说 在东方来讲 是咱们的战国时期形成的 有人认为 说西方比这个早 其实应该双方是脚前脚后 差不多 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骑兵战争 最古老的是 马西顿人亚历山大 和波斯国王大刘士三世 争斗的时候 当时波斯帝国土崩瓦解 就是和骑兵我直接关系 当时亚历山大带领着骑兵 开始冲击波斯人 十万人组成的军队 结果这个冲击 使波斯人没有想到 迅速之间十万大军溃败 让波斯帝国自死就衰亡 这是很有名的一次战役 那么西方国家 开始大量出现骑兵 应该说是在中世纪之前那段时间 而且西方国家 这个骑兵 不像中国古代 使用轻骑兵那么多 它用重骑兵 什么叫重骑兵 重骑兵就是人和马 都穿铠甲 人起码是咱们常看铠甲 胸前一块背后一块 然后在这连接上戴着头盔 马呢是除了眼睛 鼻子 这个四肢 还有尾巴 不劈成铠甲 其他这种都劈铠甲 所以这种重骑兵呢 它的毛病是什么呢 往前突进的速度慢 马的负重太多 再一个人要从马上掉下来 一个人自个都起不来 得旁边而扶 可是真讲两军阵前的冲击力 这重骑兵 人马都穿铠甲 也不怕你什么剑什么的 护出脸就行了 然后拿着什么锤子 斧子 还有长枪往前冲 这个气势可阻挡 所以欧洲的战场上呢 这个重骑兵的作用 发挥的是非常大的 那么中国古代骑兵的发展状况呢 其实是一直以青骑兵为主 服役重骑兵 在过去春秋以前呢 基本上作战的主要工具是什么呢 战车 你看咱们中国象棋是春秋以前发明的 中国象棋最主要的这个作战的厉害的是啥 不是鞠马炮吗 鞠市场 鞠就是车 就这说明象棋是那时候产生的 车是主要进攻攻击 这个车呢 它这个量子单位是什么 叫盛 就乘坐的乘 所以这国家实力差不多 车千盛 这个盛是指什么呢 四匹马加一辆车 加车上俩人 一个是赶着马车的 另外是拿着大脊在前面打仗 所以这一剩呢 包括人 马车 那么以车为主要进攻攻击呢 当时是一个是车 再一个是步兵 有没有马 也有马 马当时是骑兵是干啥的呢 无配就是侦查突袭 干点这个 运输 送个信 什么时候开始骑兵 大行骑道呢 战国时候 我们都说赵国 有赵武灵王狐狐学舍 从这开始 说为什么从赵国开始呢 赵国呢 离着北部这个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近 经常受少数民族骑兵的骚扰 因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骑马嘛 所以赵武灵王 看这个太方便了 咱这个汉族人呢 穿着宽袍大袖 在战场上打仗不力 改成胡人的短衣襟小打扮 袖子口都收上 然后马靴穿着 那个时候最开始有这种骑兵 主要的功能不是两句阵前 刀枪剑机打 而是什么呢 在马上射箭 方便 快速 所以起到的还是 对击各个方面做的 那么一点一点的呢 从战国开始呢 这个骑兵就发挥作用 你看当时战国末期 秦国统一之战 对赵国有个著名之战 长平之战 秦将白旗5000骑兵 截断了赵国40万大军 致使指向谈兵的赵阔领着 40万大军全球 所以说明当时战国末期 骑兵开始发挥作用 纵观冷兵器时代 中国骑兵迅速崛起 蒙古马为何被称为 先生战马 备受青睐 从战国时期 胡胡骑射 奠定骑兵的军中地位 到两汉时期 霍骑兵率百万骑兵 大破匈奴 古代战场如何迎来 骑兵的巅峰时代 骑兵队伍又因此一步步 退出军事舞台 本期老梁观世界 马背上的传奇 稍后继续 到两汉时期 这个骑兵 由于主要是要面对凶农作战 骑兵的功能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 咱说魏清 霍去兵 非将军 李广 那时候多次都率着骑兵 大败凶军 这个车我们说叫剩 骑兵里有个专门术语 叫进 也是这几字 像关公千里走单骑 骑是什么意思呢 剩是人马车 骑是一人一马 这才叫一骑 所以关公千里走单骑 那是指连人带马 你不能念千里走单骑 那就念白了 所以那时候一说 哪国家兴盛 叫车千胜马万骑 就是能有一万个骑兵 这骑兵的意思连人带马 这算整个一个作战单位 所以两汉时期 骑兵发挥的功能是越来越强的 那有人说我知道 你看三国演义 关公 你看展燕梁 朱文丑 虎劳关 三营战旅部 长板坡 赵子龙 其进其除 这还是一人一马 多威风 那个时候两汉和三国时期 在站马上那个将领远 没那么威风 为啥 当时只有马子 没马蹬 没马蹬 人这两脚在马上 其实是悬着的 所以两军阵前 如果要是杀敌的话 一拼 假如你一刀砍出去了 劲儿要使大了 你容易那怪性 把你夸去扔到马底下去 你都上不来了 因为在马上没有借力点 你只剩下两腿骑着 这脚上没有发力点 人只脚上没有发力点 你脚下无根怎么打 所以当时所谓展燕梁 朱文丑 关公的轻微爱道 不是劈 而是刺 是干啥 借着马的怪性往前冲 快速到你外面 插一下子 这就是流荡小事 不是说骑的杀杀 挺力量功夫 是快速偷袭 所以关公是个偷袭的高手 因为两岸和三岸没有马盾 马盾什么时候有 到进朝时候才有 南北朝时候马盾大量出现 在马盾上不一样 你能蹬得住了 这能发力了 所以这时候在战马之上 还可以拼斗刺杀 这才能够形成 像我们看到 古装电视剧里的场面 所以唐代的时候 这马盾大量出现了 这时候骑兵的重要性 就更加体现了 就在战场上 骑兵是最主要的兵种 步兵成为骑兵的服用 那么这要说 把骑兵的战术 发挥都淋漓尽致 那咱得说蒙一度 这种骑兵本身是游牧不游牧 这个孩子从小呢 马背上马背下 当时下成那块 骑术都非常喜欢 而且训练马匹有一套 再一个蒙古马呢 是最适合作战的马匹 它的身高呢 就大概一米三三 到一米四之间 有人说 那高头大马都好 你越高 目标也越大 人家容易给你射中 而且蒙古马有个特点 到哪都能找着食物 你都不用什么 人怎么喂的 耐寒能力也强 轻易不得病 长途运输能力非常强 往往一个骑兵呢 带着六匹马 这六匹马随时换 一天推进一百多里 都没问题 这个骑兵一直到 火药枪出现以后 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你还记不记得说 镇压太平天国 有那洋枪队 咱们从外边 顾这个老外来打的 那个时候 洋枪队的作战能力 有时候甚至都不如 骑兵使大片刀 为什么呢 当时洋枪 啪打一枪 是威力大的 马上还得上弹药 再打 你这个中间 如果骑兵冲过来 他打这个枪 一枪威力不大 得站一排 这些洋枪队往前打 可是骑兵冲过来 你这一排 这么薄的阵声 一下就冲散了 没用 所以当时洋枪队的作用有限 什么时候火药枪 真正把骑兵逼 退出历史舞台 来副枪发明以后 因为来副枪可以连防 这枪威力就大了 你说这骑兵往前冲 就来副枪 咔咔咔咔咔连着来 所以说来副枪诞生了以后 这种火药枪出现以后 骑兵开始一点点弹出舞台 但是当时在这革命战争期间 咱们这个骑兵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你这一点 你不用说历史课本写 平行官大捷 那就骑兵打赢的 你光看建国以后 五五年授衔 在咱们这个大概1640个将领当中 受少将以上衔的将领当中 其中我记得是产生将军的 除了步兵以外 最多就骑兵 骑兵这里头大概有55个 我记得是两个上将 八个中将 45个少将 你看那个开国上将里头 许世友张爱平 都是骑兵出身 现在咱们人民解放军最精锐的部队 38军 38军那个时期的这个军长 梁兴初就是骑兵出身 所以骑兵在这个革命战争当中 也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回顾骑兵的历史呢 我们可以认识到保留这样一个骑兵小分队 很大程度上它具有文物价值 它的目的是纪念我们那个时代的一种骑兵精神 那种军人誓死入归大无畏的一种精神 当然了 我们今天是很难再看到过去真实战争年代那些视频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影视作品 来怀念那个时候骑兵那种不死的精神 那种勇敢的精神 那最后呢 我们在一起通过影视作品来看看骑兵那种 实际上是死如归的大无畏的气负 我需要死在这种骑兵的主席